哈囉車友們大家下午午安 我是KT避震器的衛經理 那今天第一次在這個平台上跟大家做一下直播分享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GOLF7代的車友 今天的話要跟車友們來分享的是GOLF7代 但這台的話是1.4的 那這一款的原車的車主已經有改了短彈簧 但是因為短彈的公斤數跟原廠的避震器的協調度沒有很好 所以車主覺得有一點點 但是車友有來試乘經理的一個GOLF之後 覺得KT的產品不錯 所以就預約今天要來安裝 那今天下午下午的話有兩台 兩台都是GOLF7代的1.4 所以今天這個是下午的第一台 待會大概三點半左右又有另外一台要安裝的版本不太一樣 那一台要安裝的版本是KT的競技版 那今天的道路版本我們先從原廠的避震器來介紹好了 這台車GOLF7代的話 它基本上的底盤架構全部都是MQB的底盤 那如果是GOLFGTI的話或者是GOLF的R 它的前腳就是比較大的羊腳是54.5 一般來說都是叫55 所以這個羊腳是大的 但這一台車是1.4的 所以它的前面的羊腳是小的 是50的 是小的 所以這個車的話前面的羊腳有大小之分 後方的懸吊系統也有分多連桿跟扭力兩式的不太一樣 那如果是1.0 1.0的話算是7.5代 那如果是7代的話是1.2 1.2跟1.0的話 後方就都是扭力兩的懸吊系統 所以兩個後方的便器是不能共用的 那這個也是好東西 這個是H&R的德國製的一個短彈簧 所以它降下來的車高會比原廠的R-Line更低 可是它的公斤數應該啦 經理覺得應該比較高 所以它跟後方的阻尼 覺得整個乘坐起來的感覺不是很匹配 像這個後方的阻尼筒已經用了大概7-8萬公里 其實也雖然外觀看起來沒有漏油 可是一樣有劣化的狀況 來 我用我的輕輕手指壓 這個就好像是日系車的一個阻尼子 完全已經沒有MQB應該要有的Q度了 那所以這兩個搭配起來的乘坐感覺 自然就沒有那麼的協調 這個後方的阻尼已經變得很軟了 那後方的話它原廠的後避震器 其實還有一個後上座 從Golf的四代五代六代七代 它後方都是有一個上座的設計 那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 這個上座幾乎不太會壞 用到車子報廢了都不太會壞 所以後方的上座可以沿用 那前面的上座部分 它其實前面還有一個軸層 所以我在轉的時候它會轉向 那這個上座的話 KT就會附一個新品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是後方的彈簧 這是後方的桶身 那唯一要沿用的就只有後方上座 那我們先來介紹後面好了 今天的話預計降下來的車高 大概是前面一指半 後面一指幅 好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後方的上座 那在上座下方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所以車友們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度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 由上往下看順時針的話 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輪胎的胎壓一定要正確 一般來說如果原廠避震器的話 也許胎壓達到39 40都還允許 可是改裝避震器的不同 改裝避震器的話 經理會建議依照原廠的胎壓設定值來打 像今天的輪胎的規格是225-457 好225-457的話 就大概33-34PSI左右 它整體匹配起來才會比較 調整起來才比較不會那麼的不協調 所以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調整阻尼 那如果是比較硬朗的胎幣 像是普利斯通的系列 它的胎幣比較硬的話 可能就會落在13-15段左右 那如果是像今天是米其林的PS4吧 或者是馬牌的輪胎 它的胎幣比較軟 就會落在15-22段這個區間 所以後方的話 主尼 車主的話可以自己來調整 後方的彈簧配置 這一個1.4Line 1.4的我們是配置 後方是配置6公斤 前面的話 一般道路版本是配置7公斤 它都是一個專用的彈簧規格 像後方的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 就是在設定高度的 今天預計設定大概剩下一指幅 VH的車超好閃的 因為這一片的葉子板 它做得比較薄 所以能夠降得很低 而且這一台車即便是降得很低 也不太需要像是之前 我們開直播介紹的 喜美8代喜美9代或者是 馬自達3這些車系 如果降低之後 都還要再多花錢 換裝這個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但是這一款車的話 它後方的有一顆螺絲 就可以調整它後輪的Camper角度 後輪的Camper跟頭映 都是可以分開調整 所以它降到一指幅 也不需要再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除非有特殊的需求 要走海拉峰 角度要做到3度4度之類的 才需要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如果一般車高降下來的話 是不需要的 它可以有很棒的一個角度 可以對應得到 那彈簧上方這個是在調整車高的 這個調整機構 注意喔是放在上方 雖然它的這個調整機構 Golf的車系 6代5代 放上方也可以 那放下方也可以 可是放在上方的時候 日後如果要調整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這個車系是要裝上方的 那它最高的車高 是可以做到跟大概 原廠接近原廠的高度 那它彈簧本來的 上方跟下方原廠就有一個橡皮 這個橡皮這個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下方的話橡皮也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這一台車後方安裝的重點 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它後方的桶身 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後方的桶身它調長調短 車高並不會改變 車高的改變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那它的後方的桶身調長調短 是來取決後方彈簧的壓縮值 那這條彈簧大概壓縮3-5mm就可以了 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壓縮過多 這台車怎麼調整都不好做 所以車友如果有裝KT的產品的話 這些細節或者是有鏡頭前有計時的話 那這些細節是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後方的介紹大概到這裡 那前面的話更簡單 前面的話它是一個 插入式的賣花層系統 那它的前面避震器 剛剛提到了 有大的大洋角跟小洋角 對了這台車我們還有改過 1.0 1.2的 如果車友 因為這個是Golf的車系的車友 如果你的車是1.0 1.2的話 要改多活塞卡錢的話 那就可以換成1.4的這個洋角 如果在YouTube上要搜尋相關資訊的話 可以打上相關關鍵字 可以找到經理當時拍攝的一些影片 所以這台車如果要改裝多活塞卡錢的話 就比較簡單 因為它的洋角本來就不是一體的 就可以直接做改裝 那我們再回到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前面的避震器下座 它有一個固定點 這個固定點是在鎖附原廠的離載串 所以這個不需要再多花錢買可調式的離載串 或者是買強化的直接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它的設計的相對位置就是跟Olinx的非常接近 就是坐在後方 那跟原廠的位置也都一樣的 所以不需要再多花錢買原廠 買那個改裝的離載串 車高這條彈簧也有點特別 鏡頭帶得到嗎 它的彈簧是像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它才7公斤 7公斤它的舒適度的話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來的舒適一點 因為它的彈簧我們為了1.4的 它要做一個整體乘坐的一個舒適度 所以我們打的彈簧是打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它乘坐起來的感覺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我們鏡頭再帶到這個上座的部分 這台車還調整也還蠻簡單的 這裡有一個橡膠試條 拉開之後這裡本來有幾個扣具 扣具打開之後從這個地方往上拉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上座的話它有三顆螺絲 在上座的正中心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所以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左銀 但是這台車因為它的前擋玻璃 座倉有前移 所以在避震器的上方就是一個擋水盤 這個擋水盤的話如果下雨也好 或者是有洗車也好 它的水氣有機會會跑到上座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都會在軸心上部 多做一點那個防鏽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車友們很愛車的話 可以了齁 在洗車或者是在大雨之後齁 在上座的這個中間呢 多噴塗一點防鏽的油脂 它的上座的話壽命就會 會比較不會卡死 但是KT也很用心喔 因為知道這個水氣常常會滲到軸心內部去 所以我們在軸心的內部啊 有做了一個防水塞 那防水塞就剛好是在調整機構的正中間 所以水氣的話 就不會跑到軸心裡面去了 那當然用久了也不會因為這樣 而有生鏽卡死就轉不動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KT針對這些 VAG車系的一些小細節 比較細膩的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在這個平台上做過直播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我們台中的檀子 KT的工廠在這邊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因為經理自己也是 VAG的愛好者 有開過好多部的VAG 那目前的試乘車 是Golf 7代的GTI 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那KT的用料部分還沒有跟大家介紹 KT的話本身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在日後的話 也許有可能避震器要維修也好 或者是裡面的主尼有裂化 然後防塵套饅頭有壞掉的話 這些都是可以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態化的 即便像是KT的像是主尼有好了 主尼有的話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 它一個大油桶 一整桶大概200公升吧 這個是從義大利原裝進口的油品 那像是裡面的最主要 攸關到避震器壽命的油風 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油風 所以它的整個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而且像是上座的話 KT也都有附啊 所以最棒的方式應該是說 歡迎車友們來試乘看看 那覺得試乘之後 有滿意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今天的在車友團裡面 介紹的一個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 這台1.4的